那么犯罪的生物学派了 这里列举了一下 他的代表性的观点 曾早期的 任不罗说所提出的犯罪者认 或者叫犯罪人认 这种专注当真 所提出的观点 他最初认为 所有的犯罪人当真 将近有三分之一 是天上犯罪人 其他的有精神病态 导致的犯罪 有冲动性的犯罪 后来这个学说 精心个修正 但是仍然保留了 这么一种观点 只是认为这种比例 并没有他最初所提出的那么高 那么早期的 这种观点还包括 叫犯罪体型说 比如说认为 暴力性犯罪的 这种人的体型 生理上的这个结构 是斗士型的 这个体型比较多 所以他更多表现出 精力很满胜 体能很强 所以在暴力行为当中 这种人的比例是更高的 还有著名代表的 叫犯罪家族 这个观点 来源于美国的 戈达德和 达克多尔 这两名学者 分别研究了 所具有代表性的 两个特殊的家族 一个叫卡里卡格家族 一个叫揪克家族 他们的统计说 他们在 他的家族 在延续的几百年的历史当中 有120名的后裔 发现这两个家族当中 都将近有三分之一 左右的人 有不轨行为 越轨行为 当然 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了 大约接近四分之一 也就是说 这个家族当中 这两个家族当中 都体现出 他们很多的 这种违反道德 违反法律 甚至犯罪的行为 包括比如说 乞丐 小偷 卖淫者 甚至是 说谎 诈骗 这种行为 很普遍 那么这个显然 这个比率是比 其他的家族很多 所以当时就提出了 一个所谓 犯罪是不是具有 遗传性的 这么个观点 那么还有是通过 双生子研究 来证传 来证明 是不是在遗传 基因的角度 能证明 越轨之间的 一致性 他发现 铜卵双生子 和其他普通的 兄弟姐妹之间的 犯罪与之间的 一致性 如果是 铜卵双生子 我们所说的双生子 如果欺贞 一方犯罪的话 那么 另一方犯罪的 比率 要高于 普通的 兄弟姐妹之间的 犯罪与之间的 一致性 这是一个 调查的一个结果 那么 还有是通过 收养子女的研究 来证明 到底这个子女 会不会受到 他父母之间 遗传因素的影响 其中有一项调查 表明 如果 被收养的子女 他的亲生父母 都有犯罪行为的话 那么 他这个被收养子女 虽然在另外一个 环境当中 成长长大 受另外一种 教育方式 但是他 出现 违法犯罪的 比率 是36% 如果 他被收养子女 他的亲生父母 都没有犯罪行为 的话 那么 他产生的 违法犯罪的概率 是要明显的低得多 这师傅在某种程度上 证明 就是他这个 收养子女 即使在另外一个 被收养的环境当中 教育长大 但是还会受到 他血缘关系的 遗传父母的影响 这是当时一个调查结果 还有一个观点 是称另外一个小的要素 叫染色体的异常与否 认为和违法犯罪之间的关联 那么 比较特殊的一种 一对染色体 叫XYY XY是代表 正常男性的 一对性染色体 那么 如果一个男性 他在 这一对染色体当中 或者通过 遗传或者变异的方式 多了一个阴子 Y阴子的话 那么这种被称为超雄 这种人是个什么特点呢 就这种人 很极端的具备 男性的身体的特征 就很高大了 肌肉很强健了 骨骼非常发达了 但是行为方式 比较简单 比较粗暴 这个是不是使我们联想到 和前面讲的天生犯罪人 有某种相似之处啊 这个被称为超雄 主要是来源 这种Y阴子的变异 我们后面会讲到 Y阴子主要是代表 男性的攻击性的 这么一种力量的来源 如果出现一种不正常的 这种蓝色体的话 那么这种超雄 带来暴力犯罪的可能性 要明显的增加 那么现代犯罪生物学派了 他更加强调的是 具有实证数据支持的 叫脑与内分泌系统 发挥的作用 在1968年的时候 美国有一所大学的校园 有一个疯狂的男子 手持自动步枪 在一个塔楼上 向校园里的人 随机射杀 造成了比较多名人的死亡 后来在警察的包围下 把他戒毙了 最终把这个人进行尸解 发现这个人脑内长有一个毒瘤 后面就推断 这个人平常没有什么 很疯狂的行为 那么推论就是因为 这个脑内长的这个整流 产生了他行为上的暴力性的出现 还有脑业的成熟与否 或者这部位有没有受到伤害 我们知道大脑披乘的额叶 是决定人的道德性 责任感的一个政要根人区 是人类在近十万年左右 进化出来的一整高级皮层增书 如果这个部位发展不成熟 或者受到伤害的话 就会出现很多暴力性的 撑动性的行为 一个典型的例子 1848年的时候 美国西部在淘金乱潮当中 开发铁路的过程当中 有一名男子 在没有预计的爆炸当中 被一根铁棍穿过了他的颅脑 但这个人很奇怪 自己还站立起来了 这根铁棍穿越他的颅骨 蹦出去了 醒来之后 自己还生命没有什么大碍 但这个人的行为 突然发生了正大的变化 之前这个人很守规矩 很多礼貌 但是后面变成了 非常多的本能性的反应 本能性的行为 比如说经常去追逐女性 不要说出来的话语 非常误会 或者说行为非常极端暴力 那么这个人 就为什么会突然变成 好像变成了一个样 另外一个人呢 就是因为这根铁棍 伤害到了他大脑 皮层的恶业 就是监管人的责任性和道德性的 这个根本区 还有一些 比如说 方面我们具体会说到 青少年的一些冲动性犯罪 其中有一类青少年产生的犯罪行为 只是在这个特定时期 会出现的 比如说 性侵害 出于好奇心的性侵害 他没有预谋 突然在一个情境的诱发下 产生了这种性侵害 或者说 突然产生一种暴力性的伤害 那么他过了这个时期 也可能再不会发生这种行为了 只是在这个特定的时期里面 那么这个就认为 和青少年的大脑皮层 不太成熟 是密切相关的 但他成熟起来 这种反社会的行为 暴力行为 就会不会再出生 出现了 所以后面我们要继续讲到 就大多数的青少年犯罪 为什么要采用独特的 少年司法程序 这种独特的处置方法 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大多数的 违法犯罪青少年 是和他的冲动性行为相关 并不代表 他今后还会持续性的犯罪 但是如果司法处理上不当 就有可能是他 把它成冲动性犯罪 转换为预模性的 或者持续性的犯罪当中 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 叫精神病态犯罪 后面我们会反复提到这个概念 它不是精神病 是人格障碍的 一种很特殊的类型 正如的电影 沉默的羔羊里面 这个心理学博士 他为什么会产生 那种极端的犯罪行为 正是因为这种 这一类独特的人格障碍 精神病态 最典型的体现 他在少年时期 年幼的时候 就会出现很多品行不端 我们称为叫行为障碍 或者品行障碍CD 发展到成年之后 他更有可能表现出一种 持续性的冷酷无情特质 既很冷酷又很无情 没有道德感 就这种人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他没有道德感 他做了坏事 也知道社会对他的反应 法律可能要制裁他 但他自己并不认为是犯罪 没有同情心 没有道德感 甚至是很沉迷于 这种血腥的残杀暴力当中 我们称为CU特质 或者叫冷酷无情特质 这个后面我们会介绍到 这种特质来源 很多是来源于大脑内 尤其是大脑皮层的 某些根能上的改变 也包括内分泌系统 比如说雄性激素的过于旺盛 或者相对缺乏所引起来的 表现出非常冷酷 在2000年的时候 英国著名的一个杂志 学术杂志叫柳叶刀 叫Lancet 就是很著名的一个学术杂志 连续报道了 五篇学术论文 这个五篇学术论文的 主题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探讨生物学因素 尤其是大脑皮层的 和皮层下征书的作用 与违法犯罪之间的关联 其中里面最突出的提到一种 叫丹安氧化酶相对缺乏 MAOA 这种丹安氧化酶 缺乏的话 会大大揭发人的暴力性行为 所以后来就把它称为 这种基因的缺陷 称为叫犯罪基因 或者叫战斗基因 就一旦一个人出现这种状况的话 它产生暴力行为的可能性非常大 而且是似乎处在一种不可控制的状态 这是学术当真所探讨出来的 现代生活学当真所探讨的一种 独特的一种要素 现在这也是一个很独特探讨的一个小的领域 还有比如说内分泌系统和犯罪之间的关联 尤其是和性犯罪之间的关联 我们知道在犯罪当真 诚信犯罪率是标定一个犯罪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的一个政要指标 那么性犯罪者的诚信犯罪率 在所有的犯罪类型当真是最高的 那么它是什么要素呢 什么原因决定了它 除了我们说它的品行不好 或者说它的自控力很差 生物学当真的要素是强调它的雄性激素的多寡 那么在后面我们介绍到 对这种特殊犯罪人的打击预防控制当真 也必须有针对性的一些措施 它的内在来源是雄性激素 就人的性激素的多寡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犯罪性犯罪人 他也知道自己行为的不端 也受到一些惩罚制裁 但他为什么不可控制的经过段时间之后 他又会重复去实施这种犯罪呢 那么是和这种他内在的体质性的一些要素 是相关联的 所以这些人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 雄性激素很多的话 表现出持续的犯罪 如果雄性激素相对缺乏 也可能会引发一种性的侵害 那么这种行为方式更多表现出是 性侵害当真的人血行为 比如说虐待 它不完全是指向性欲的满足 也可能是指向一种征服的欲望 或者说自信心的恢复 这么一种动机在其中 所以我们在介绍到 生物因素和犯罪之间关系的时候 这种影响力的时候 我们要记住三个观点 第一 犯罪的生物学因素是一类自然的因素 就是通过遗传也好 通过突变也好 能自然获得的一些因素 大部分人是正常的 所以它不足以解释普遍性的犯罪现象 但是在某些特殊的犯罪人身上 它确实有一些独特的解释力 那么第二 犯罪生物学因素是一种内因 就来自内在的一种因素 主体因素 不是外在的 不是外在强加的 所以它很稳定 它内因就相对很稳定 所以在打击预防当中 采用的措施 也要区别于外界因素 导致犯罪的那种情况 第三个 它是犯罪的非决定性因素 什么意思了 就是说它虽然具备着这些遗传上的副因 但从整体上来说 它不是引发你犯罪的觉醒因素 比如说这种因素 是不是会引发你犯罪 是和你的观念 和你的情绪情感 和你的人格特征 要结合在一起 又是最尊重发挥作用的是 你内心世界的因素 这就是一个基础